昨天晚上,中国女足迎来永川国际女足景标赛,最后一个对手泰国队,凭借着上半场开场4分钟离营的轻射破门和16分钟任贵心的远距离调射得分, 中国女足最终以2比0几百老对手泰国队,从而以2胜1评得本次锦标赛冠军,昨晚这场比赛,中国队完全占据优势,泰国队居然没有一次有效的射门,尤其中国队凭借身体优势进行全场逼抢,令泰国球员拿球就丢,比如任贵心打入的那季世界波,就是对方门将大脚开球后,皮球被任贵心抢断, 他观察门将外置,有点靠前,便过短大脚掉射,皮球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,落入球网之中,中国队在开场不久就颠定比赛胜局,本次涌穿四国锦标赛,在王生和赵丽娜缺席的情况下,中国队面对葡萄牙,分篮两只身体条件更好的球队, 仍提出了一瓶一胜的叫好成绩,尤其是在对奔来的比赛中,中国队在先示意球的逆境下,最终2比1战胜对手,就在假指导率领中国女足获得悠川女足锦标赛冠军,全中国球迷也为此欢欣鼓舞之时,随后的一个消息又令中国球迷有点扫兴了, 这个消息就是法国足球杂志公布的首届女足金球奖的15人候选名单,刚刚获得世界足球小姐的买坛领衔,而中国女足没有球员入围,中越谈三国中,只有效力里昂的日本球员雄古沙西入围,而15人候选名单中,法国里昂女足居然有多达七人入选,这固然有法国足球,照顾本国球队的因素, 但同时也说明,世界女足的中心已在欧洲,不过,唯一令中国球迷欣慰的还是王霜,虽然大巴黎女足的实力比不上李昂,但也是欧洲顶尖球队,王霜愿意降薪来到大巴黎,这说明他是想吸引全球关注的,如果大巴黎本赛季成绩能更上一层楼,王霜能有更多的进球和助攻, 那么他是有可能代表中国入围金球奖候选名单的,王霜在加盲巴黎女足后,表现非常惊艳,已经为球队出战六场比赛并打入两球,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, 已经适应罚嫁女足节奏的王霜会有更为出色的发挥,世界独坛都会因此知晓这个中国女梅西,她也有希望入围明年的金球奖候选人,或受洗原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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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